乌克兰政府是灰烬之中诞生的魔鬼 你敢相信这句话是从乌克兰前检察长的嘴里说出来的吗 而相较于他犀利的言论 人们更关注的是他本身超高的颜值 金发碧眼 腹白貌美 身材高挑都是他的代名词 可就是这样一个颜值不输女明星的女人 不仅在后来成为了乌克兰的总检察长 还被普京侵封为少将 她先后变更了三次国籍 被乌克兰视作国家的叛徒 但同时也深受许多人的爱戴 她的政治生涯一露绿灯 成为了俄罗斯政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可是后来她又因故惨遭撤职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她究竟是如何一步步登上高位的 她现在的处境又如何呢 2015年6月11日 一个长相甜美的女人 登上了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 年仅35岁的她被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授予了 象征着少将军衔的笔章 这个女人就是纳塔利亚 这一幕发生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的授贤仪式上 当纳塔利亚带着自信的笑容 迈着矫健的步伐 向授军台上一步步走去的时候 所有镜头都对准了她 经过网络的传播 纳塔利亚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活了起来 人们惊艳于她超高的颜值 更惊艳于她年纪轻轻 就获得了如此难得的荣誉 在短暂的震惊过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 一时间所有人都在调查这个女人的底细 大家都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能得到普京大地这样的赏识 漂亮的女人总是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 尤其是对于那些从政的女人来说 人们总喜欢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去看待她们 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 政坛始终是有男人主宰的地方 漂亮的女人总显得和这样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纳塔利亚到底有着怎样过人的本事 看她如何一步步迈向俄罗斯政坛的高处 其实纳塔利亚的故事之所以会在全世界范围内 引发广泛的关注 大多是源于人们对于她超高颜值的惊讶 可是随着人们调查的深入 人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女人远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她所拥有的一切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 纳塔利亚出生于1980年3月18日 当时的苏联还尚未解体 所以她骨子里一直留存着属于苏维埃政权的红色基因 从小她就长得十分漂亮 两个美丽的大眼睛让每一个见过她的人都心生怜爱 大家都称赞纳塔利亚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公主 可是虽然上天赋予了纳塔利亚与生俱来的美貌 但她的成长之路其实并不顺利 因为她普通的家境无法给予她过多帮助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 上天不仅给予了纳塔利亚美貌 同时还给了她智慧与勇气 凭借着自身的努力 纳塔利亚成功在自己18岁那年考上了亚尔塔国立大学 可以说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逆袭 亚尔塔国立大学可不是说想考就能考上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家境普通的学生来说 其中所要付出的努力更是远超常人的想象 对于纳塔利亚来说 这样的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可她始终没有任何松懈 进入大学之后 纳塔利亚比之前更加努力了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目标越来越清晰 她选择的专业就是内政事务专业 说白了就是在政府里做事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她的野心 其实很多有才华的漂亮女生都会被人称作花瓶 因为她们的外貌所产生的价值往往高于她们的个人能力 这对于像纳塔利亚这样的女孩来说 是一种甜蜜的烦恼 或者说是一种挑战 可是她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她相信只要自己付出努力 一切就总有得到兑现的那一天 很快纳塔利亚就跨出了自己迈向政坛的第一步 刚毕业的她便因为工作能力突出 被任命为了跨区环境监察官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由于其出色的表现 纳塔利亚很快又被调往了基辅总检察院任职 正所谓实事造英雄 每一个成大事的人都必将经历一番挑战 同时也将获得一定的机遇 纳塔利亚也是如此 她看到了一场危机背后所蕴含的宝贵机遇 并且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果敢 将机遇给牢牢把控在了自己手中 这场危机就是2011年轰动全球的塔弗里亚杀人案 这起案件所牵涉到的势力错综复杂 就连前克里米亚最高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代表阿鲁诺夫 都被牵扯其中 鉴于这起案件的复杂性 当时很多人都不愿意插手此案 因为稍不留神便会引火烧身 甚至玩火自焚 一时间塔弗里亚杀人案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甚至没有一个检察官敢站出来进行调查 就这个危机关头 纳塔利亚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主动接下了此次案件 并随即对案件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三个月后 纳塔利亚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将这起案件处理得几乎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经此一案 纳塔利亚的名声迅速在克里米亚传了开来 她的政治生涯很快就迎来了巅峰 2014年3月11日 纳塔利亚被任命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总检察长 从此开始以一个铁娘子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如果此后她一心一意工作的话 相信她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但绝对不会像开头我们所提到的那样 引起世界的瞩目 纳塔利亚出生在苏联时期的弗罗西洛夫格勒州 也就是今天的卢干斯克州 这个地方位于乌克兰的最东部 但也和俄罗斯直接接壤 所以自打苏联解体之后 这个地方就一直争议不断 如果苏联不解体的话 那么纳塔利亚就是堂堂正正的苏联人 可是在苏联解体之后 因为她出生的地方属于乌克兰 她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一名乌克兰人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纳塔利亚骨子里流淌着的 是属于苏维埃政权的红色血液 所以她心里一直认可的政权 是继承大部分苏联资产的俄罗斯 于是纳塔利亚自然而然成了亲俄派 在她就任克里米亚最高检察长之后 她就迅速向外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当时的乌克兰正处于政权交替的特殊时期 新上任的领导人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间摇摆不定 这个态度引发了俄罗斯政府的强烈不满 自打苏联解体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一直在试图拉拢俄罗斯的周边国家 从而达到不断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目的 俄罗斯政府当然不能坐视这种局面的发生 当时的俄欧之间可谓是充满了十足的火药味 乌克兰政府的某些高官 甚至已经逃到了别的国家 然而就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刻 纳塔利亚主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声称克里米亚永远不会像乌克兰一样倒下西方 只要我在一天 克里米亚的人民就不会受限于乌克兰的法律 此言一出 纳塔利亚立刻被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 她也一瞬间成为了那些亲美派攻击的对象 纳塔利亚十分看不惯乌克兰新上任政府官员的做派 直言他们就是一群灰烬之中诞生的魔鬼 甚至主动提交了自己的辞呈 可是乌克兰政府越是痛恨纳塔利亚 俄罗斯政府对纳塔利亚的爱就越是多了几分 当时恰逢克里米亚危机到来 为了稳定克里米亚的局势 俄罗斯把纳塔利亚推举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此后纳塔利亚多次公开发表言论 表示自己对俄罗斯的认可 字里行间都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 克里米亚必将会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也都知道了 克里米亚成功被俄罗斯收复 纳塔利亚也因此获得了普京的赏识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那就是纳塔利亚的颜值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甚至有些记者专门赶来记者会 就是为了拍下她绝美的容颜 起初当纳塔利亚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她的目的就是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 但无意之间也让全世界见识到了她的美貌 以往检察官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都是严肃而刻板 可纳塔利亚的出现让人们眼前一亮 有些日本网友甚至直言她是漫画中走出来的人物 日本女性在自己国家的地位一直比较低 纳塔利亚的出现引发了许多女性的崇拜 而那些宅男更是因此而彻底疯狂 为了顺大家对纳塔利亚的喜爱之情 一些人甚至以纳塔利亚的美貌为基础 创作出了不少漫画点影视作品以及游戏 随着自己的公众面前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纳塔利亚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了属于女性的特有力量 她的许多言论也迅速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当然一时间也有不少负面言论朝纳塔利亚涌了过来 很多人都用花瓶来称呼她 不过对于外界的一切声音 纳塔利亚表现的都不是很在意 也并没有借此来为自己在互联网上造势 纳塔利亚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认知 她对于自己的走红曾经发表过这样一段话 人们惊讶于我的外貌 我为我清秀的外貌而感到道歉 但我的容貌从来没有影响过我的工作 以前不会 现在不会 将来更不会 可以说纳塔利亚真是人间清醒无疑了 她对自身的情况有着清楚的认识 并且对自己的能力有着无比强大的自信 此后轻额的纳塔利亚 走进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事业 一时间风头无二 年纪轻轻变成为了俄罗斯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 2015年6月11日 纳塔利亚被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授予了代表着少将军衔的弊章 一年后又成功当选为杜马议会的议员 这在自历普遍比较深的俄罗斯政坛来说 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而纳塔利亚甜美的外貌 更是让她看起来与政坛环境格格不入 那段时间 人们对于纳塔利亚的追捧和喜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你能在许多主流媒体上都看到关于她的报道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纳塔利亚就从曾经的跨区环境监察官 一跃成为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身边的大红人 这样的升迁速度就仿佛开了挂一样 虽然人们时常会对她提出质疑 但不可否认她应对事物的能力的确值得人们钦佩 没有人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 纳塔利亚深知自己一切成就的来之不易 可是她却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犯了一些致命的失误 我们都知道 在现代法律的框架下 公民是不能随意公开发表一些负面言论的 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是如此 对于每一个政府官员来说 就更需要时刻注意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们一旦发表错误言论 受影响的就会是很大一批人 不知道是一时糊涂 还是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现了问题 纳塔利亚很快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有一次在社交媒体上 纳塔利亚分享了一部关于俄国沙皇的影片 并且对影片的内容大肆加以评论 更要命的是 她居然将苏联的伟人列宁 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并且收集了不少和俄国沙皇有关的雕塑 这样的言论 无疑是对俄罗斯过往历史的一种丑话 更是对伟人的一种亵渎 很快纳塔利亚的一番言论 就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无论她发表这些言论的初衷是什么 她的这种行为 已经让俄罗斯政府感到了不安 王晓的说 纳塔利亚的行为会给公众形成误导 王大了说 她的这种行为 甚至会给国家带来一定的危害 我们都知道 俄国沙皇时期的历史 其实是不太光彩的 那些沙皇所奉行的 都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 和现在俄罗斯的发展理念 是相悖的 俄罗斯政府 怎么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呢 如果一旦群众 接受了那种理念的话 就会把俄罗斯 当成一个危险的存在 到时候那些被夹在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一些政权 可能就会因为担忧而倒向乌克兰政府 这是俄罗斯政府 始终在尽力避免的一个麻烦 很明显 纳塔利亚对于曾经的苏维埃政权 有一种执念 她希望 俄罗斯能重现往日的荣光与辉煌 可是如今的俄罗斯 又岂能真的那么做呢 纳塔利亚此行此举 无疑给自己带来了大麻烦 此后她在杜马会议中的存在感 越来越弱 俄罗斯政府也有意减少了对她的宣传 自古至今 政治永远是最残酷 也是最现实的存在 她可以成就一个人 也可以让一个人 迅速从公众的视野里退去 纳塔利亚越来越前卫的思想 越来越膨胀的野心 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 她政治生涯的消亡 而在2018年发生的一件事 直接宣告了纳塔利亚 在杜马议会政治生涯的终结 2018年7月 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 提出了一个延迟退休的方案 由于俄罗斯在财政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希望减少国家在老人退休金上的投入 也就是将女性的退休年龄 由55岁延长至63岁 其实这种做法 是基于对俄罗斯国情的考虑 出发点也是好的 目的也是帮助俄罗斯的经济恢复活力 当时梅德维杰夫的这一提案 也是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可 可纳塔利亚偏偏又一次和他们唱了反调 在当天的会议结束之后 时任议员监督委员会主席的纳塔利亚 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反对的观点 在她看来 俄罗斯的女性既要工作同时 又要兼顾家庭 推迟女性退休年龄 对俄罗斯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 之后杜马议会也是再次召开会议 对该提案进行了讨论 纳塔利亚依然投出了反对票 她也因此成了俄罗斯历史上 第一个投反对票的党内议员 纳塔利亚次举直接让她站在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 梅德维杰夫的对立面 她也因此被俄罗斯执政党视为叛徒 不久后便惨遭撤职 之后纳塔利亚就几乎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了 直到2021年9月 才爆出她就职俄罗斯 驻福德角外交大使的消息 人们对此都表示有些屈才 可是对于如今的她来说 也许远离政治和权力的中心 才是最好的结局 否则以她那种危险的性格 还不知道要做出怎样出人意料的举动 2014年横空出世 再到2021年 从政坛逐渐隐退 短短七年的时间里 纳塔利亚已经创造了许多人 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她的一生固然存在缺憾 但是对于思想没有完全成熟的她来说 任何时候都有酿下大错的可能 权力和地位固然会给人带来极大的诱惑 但有时候远离复杂的人心 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毕竟政治是不讲究任何情面的 重要的是 纳塔利亚已经登上过所谓的巅峰了 所以她的离开也并不会夹杂着太多遗憾 岁月从不败美人 希望纳塔利亚今后的人生一切顺利 继续谱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这就是最美检察官纳塔利亚的故事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